这个是真的妈妈 你看真的妈妈 六个多月大的内内献出电视 专访处女秀 身为马来西亚和乌克兰的混血宝宝 虽然还没学会说话 但光靠一张天使脸孔就抢尽风头 好坏坏 内内 你六个月大你会扶战 你自己亲近的呀 你自己都笑张 你自己也笑 觉得我可以就是 什么都不做就是陪他玩 只要他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但一睡醒看爸爸就很会笑 然后就说天哪他对我笑 他就融化了 他一直对爸爸笑 爱爸爸 完全被女儿融化的祖熊 和超级爱小孩的迦娜 双方从最初都只想要轻松约会 到决定认真交往 会在去年九月登记结婚 今年初宝贝女儿诞生 成为新手爸妈的他们 生活全绕着孩子打转 他已经讲马来的 但是不是真的妈妈 但是妈妈 我们又读 他先说妈妈爸爸还是阿姨 我们读一万块 我好像输了一万块 他每天都会跟他说爸爸 说爸爸 爸爸 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生小孩 想要当妈妈 所以我听到很多人说 我很怀念之前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连一次都没有 我觉得我很享受当妈妈的感觉 现在跟我比较不同 是因为我大了十二年 我三十七岁当爸爸算是 对我来讲算是比较晚 而且所以这个有好处就是 我觉得我该玩的该看的都差不多了 所以不会说有遗憾说 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而接下来这段经历肯定也让许多爸妈们有共鸣 我们从月子中心回家 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个礼拜是最崩溃的 我们累到一趟只闭眼睛 然后眼泪流下来 因为太累了都不睡觉 你一把眼睛闭起来 那个眼泪是自动流出来的 不是你在哭 是感觉你太久没有闭眼 对... 就累到那种 不知道怎么形容 睡不饱的这条路上 爸妈们不孤单 加上两人习一国婚姻 在育儿方式上 也一度英文化不同 产生分歧 一开始她在哭的时候 然后迦娜就说 你抱着她 抱着她睡觉 然后我就不要抱着她睡觉 然后她就很生气 因为我会尝试各种方法 但是我没有办法成功 然后她就直接抱着她 她就说你看一秒就睡了 我都跟你讲 抱着睡 她就放弃了 现在都是抱着她睡觉 就现在我觉得 骨骼发育比较好的时候 应该比较放心 我们在乌克兰生小孩 三天后就回家带小孩 所以大家三天大就抱她 一个月已经够大了 怎么还不抱 满口育儿经的两人 当初因为参加节目录影认识 37岁的祖雄 曾获选马来西亚世界先生 来到台湾后 主持外景节目出道 还被票选为不看脸 身材最棒的男明星 也在戏剧上力求表现 并考取了近20张的健康相关证照 努力成为专业健康达人 25岁的加纳 则是18岁就从乌克兰来台发展 成为综艺节目的固定班底 也经营自媒体 先是吗 我上网吧 你看他们那个样子不严 你先给他 我还给你吃 这个频道是围绕 其实是从加纳开始的 所以加纳有四个身份 一个是老婆 一个是妈妈 一个是姐姐 还有一个是疯狂的艺术家 所以就是以加纳为中心去做 所以也有可能是 也有她跟她妹妹的部分 也有她跟她妈妈的部分 就是要分享我们的家境的生活 三个 你觉得你可以超越吗 没办法 频道从最初加纳独自经营 到现在夫妻俩一起讨论内容 发想脚本 真实不造作地呈现一家人 日常 但社会公众人物 在接受掌声的同时 也承受了不少压力 尤其是来自酸民的恶意供给 他会哭 他会哭 对 有一次他去看留言 然后他叫我问起了 他们骂他什么 好像不知道 反正有人骂他 他就回来 我看他的心情不好 我说为什么 他就说他们不认识我 为什么这样说 然后我叫他哭 然后有眼泪 我说不要哭 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像我最近大概两个礼拜 以前收到了一个 他就跟我说 我很讨厌你 我希望你得到爱真 我就一看我就觉得 很生气 你知道我很想骂回他 但是后来我就封锁 你怎么可以对不认识的人说 我希望你得到爱真 而且我们没有 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 我们都在做那个娱乐表演工作 我们就算讲得很夸张什么 那也是为了要播进一笑 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娱乐大众 我就觉得现在的 有时候网路的这个留言 太太偏激 知道为什么我带你来女王后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女王 总是在镜头前撒糖了小两口 私底下相处 免不了也有摩擦 我希望他会多听我的话 因为就是专注 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他在想自己的东西 然后他只想他听到了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什么 就说可以再说一次吗 不可以 我会暴躁 他太急 我一秒都不能等 我给你收 有时候他叫我做一件事情 我已经听到了 我要去做 但是我还没有去做 我在过程当中 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他就说 我不是跟你讲要去做那个吗 我说我现在正要去做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他就是他忍受不了 中间的这个过程 幸好12岁的差距 让祖雄愿意给出 更多的耐心与包容 而直率的迦纳 情绪来得快 也去得快 我会道歉 一个是不会 但是后来我就学会了这个字 我一开始跟他学他的语言 我就说 对不起怎么说 他说他想很久 他说 我们没有对不起这个字 但是现在我就有时候会 花很多时间说 OK 对不起 我错了 但是他有时候会这样 对不起 好吃 很好吃 在他表现很可爱 真的是这么讲 就是会融化 就会觉得说 我们要不要再来生第二个这样子 其实我想生五个小孩 但是因为台湾真的太贵了 他说如果没有经济考量的话 我可以养几个 他就可以生几个 我觉得我很容易 就是这么说 很容易怀孕 对 很适合怀孕 来自不同国家的祖雄和迦娜 选择在台湾落地生根 打脸那些成绩不看好的酸民 从我们变成幸福的一家人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